陈水扁羈押在台北看守所已经超过500天了 那么羈押旗家已经到这个月的23号就要戒满了 今天上午亲家赵玉柱呢 头一回的到北索去探视 自从别案爆发以来呢 两家的关系降到冰点 你还记得之前呢 陈信瑜在骂公公骂成什么样子 但是呢 随着陈水扁羈押旗要戒满了 赵玉柱的探亲 渴望为两家的关系来破冰 相隔500多天 匾家亲家公赵玉柱 首度出现在北索会客室 准备探望陈水扁 只是面对任何问题 一概都以微笑 轻轻带过 厂长今天怎么突然想要来看阿扁 跟媳妇之间的就是误会会不愉快 不回答问题 只是默默将带来的水果交给所方检查 随后就在扁办人员陪同下探望陈水扁 这个举动被外界解读 扁家跟赵家已经重修就好 有跟厂长通道便 有有有 他们就住在一起 对 我想他们现在相处得非常好 在这 大家相处得非常好 那家里的事情 孙子的 等一下都由赵校长他们在接送跟照顾 除了亲口告诉陈水扁 别担心家庭状况 还带来一些由陈信云购买的药品 更重要的还有孙子照片 让陈水扁看了很感动 陈前总统看到这些相片 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欣慰 他每天将这些相片都摆在他的斗市 那他自己也不说 这个看到这些孙子照片 让整个斗市整个都热闹起来了 冰岸爆发之后赵玉柱首度探望陈水扁 是不是代表两家重修旧好 引发外界好奇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道